民眾黨新竹市長參選人高鴻安 9號早上以立委的身份 跟台中市長盧秀燕藍白組合合體 手拉手藝早來逛台中建國市場 我覺得我很敬佩盧市長 在這樣一個台中市政府選舉的期間 可是其實我們用立法委的身份 來跟台中市政府提出 我們希望來這裡交流考察的時候 台中市政府對於我們是相當的友善 並沒有因為黨派的不同 而去做什麼樣的一個阻擋 台中市是一個友善好理的城市 所以任何人來 包括總統副總統包括高委員 誰來我們都很歡迎 部分黨派來學習互相交流市政 盧秀燕安排行程 仔細的講解導覽陪同 從胡市長到林市長到盧市長 三任的市長其實都對於建國市場 付出了功不可沒的努力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值得我們在新竹市的果菜市場 簽建上可以來接近的地方 高鴻安說建國市場是全國最大的公有市場 此趟來市場從中獲得更多 來改善新竹果菜市場 簽建營運上的問題 他也強調建設不分黨派 要以市民為優先考量 我們也謝謝高委員對台中市政的肯定 那同時呢他要來跟我們請教 我們非常樂於分享 把我們的經驗跟我們所有的好朋友來分享 雖然不同黨但盧秀燕身為前輩 也不吝嗇給予建議 以習慣市場討論如何改善市政 不過這一次的藍白合體也不免引人聯想 TBS新聞李承佑李蔡英SG小組台中曹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